装好6台铝合金外壳的,这边两个是60伏的,其他的都是120伏的,由于这个铝合金外壳断货了20多天,所以说有的朋友已经等了十几天了 用的不是全新电源改装的,用的是橙色很好的二手电源,现在手里也没有二手电源了,再改的话全是全新的电源 这6个朋友,分别是江苏新仪,江苏徐州,成都,湖北宜昌,兰州,西安兰田,改装相比以前也要快很多,因为我把主板都改好了,输入输出线,你看都提前做好了 就等铝合金外壳来了,拿出6个后面板,然后把输入输出线全部装上去,后风扇的也装上去 再拿出6个前面板,现在是在粘这个双面胶,主要是固定亚克力保护板 相比较而言,前面板的话,程序稍微多一点,后面相对简单 我是前一天晚上,你看时间,现在不是将近11点吗 把这个6个前后面板这些全部做好 然后第二天花了一天的时间,才把6个全部装上去 一台机器,假如从改主板开始 改主板,然后做线鼻子,烫锡,热缩管这些,再装铝合金外壳 这个每台至少得三个小时以上才行 我提前把这个线鼻子啊,这些都做好,这样会省很多时间 想自己组装的朋友可以翻我以前的视频啊 有非常详细的步骤,大家可以参考 接下来会改一批全新的店员 这几位朋友也是交了定金,一直在等 马上给你们了,不要着急 新店员改完之后呢,还有四位朋友 他是寄店员过来,让我帮忙改 这周基本就是这样安排的啊 还有想找我改店员的,首先建议你看看以前我改装的视频啊 自己能改的话,自己改 然后真是想让我改的话,你下周联系我 换个角度跟着音乐,看一下大概的组装过程 我们组装过程 感谢观看